臺灣政策 以最熱烈的掌聲歡迎總統以及行政院林政策 記得當年在入委會的時候 我們曾經一起大家努力過 來維持兩岸關係的和平穩定 和大家共同能力的結果 是為後來兩岸交流打下了很多的基礎 新政府正在推動臺灣經濟轉型 結構的轉型 臺商堅毅勤奮的精神 是臺灣最重要的資產 所以在這裡 我也要向臺商招手 請大家回來為臺灣一起打拚 新政府正致力於和亞洲 來自亞太區域各國經濟的合作 為臺灣創造更多元 更有活力的對外經貿網路 我們正積極地推動新南向政策 希望增進於東協 印度各層面往來 發展更多元的交流 更穩定的經貿夥伴關係 推動新南向政策和兩岸的經貿 都是臺商全球布局的一環 彼此並不衝突 而且還相輔相成 我期待大家都能夠用全方位布局的思維跟做法 來面對新時代的挑戰 在這裡 我還要再次重申 我會自力維持現狀 建立具一致性 可持續 而且可預測的兩岸關係 這是我對大家的承諾 我會說到做到的 大家出外打拚的辛苦 我都知道 也請大家放心 雖然今天跟大家見面 我的身分改變了 但我做的事情的態度 跟當年的陸委會主委一樣 而且更積極 更全面 我所帶領的政府 會持續跟臺商做密切的溝通 持續為大家解決問題 也一定會做臺商最堅實的後盾 讓我們一起努力 一起合作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總統